台中市长卢秀燕在第二届任期成立了数位治理局 全力推动台中智慧城市发展 首任局长林古龙表示 一上任推动府内的APP整合 并将台中一纸通 结合了台中购物节APP成为台中通 目前会员数近190万 不只有虚拟市民卡市府数位服务 更链接了多场大型活动 台中市府为了提升数位服务 推动智慧化 去年12月25号成立数位治理局 全力推动台中智慧城市发展 半年来成效如何 在市政会议上进行专案报告 手机堂下载APP 包括市府过去其实有一阵子 有一度我们市府自己的APP 都多达54个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合并优化 已经降到13个 这样可以让市民使用的平台 能够减少 从107年起 市府多个局处推出APP 但部分使用率低 数位治理局着手进行诊病 目前数量已经降到13个 整合跨机关服务 提供市民一站式申办 陈勤管道等 此外并将台中一纸通 结合台中购物节APP 成为台中通 目前会员数已经将近190万 台中购物节的时候 你已经有相关的资讯上去了 那你就用这个当作母体 然后我们各个局处来链接 我们要提供的服务 提供的资讯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要缴学费 要缴罚款 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原来的台中 这个购物节的APP 就是现在的台中 你就可以上去处理 包括说我们这个市立图书馆的借书证 其实目前已经结合在一起 那未来的话 我们还会结合很多 包括说这个导航的功能 会结合很多亲子活动 总而言之它都会变成台中市民 或是来台中旅游的市民朋友 时宜住行的一个平台 台中通不只有虚拟市民卡 整合市府数位服务 更连结各局处的大型活动 让市民透过手机 就能轻松畅游便利化 和多元化的市政府